三十八岁的刘伟回归上海队战场,三十二岁的义剑联,依然发挥火爆,二十九岁的周彭也是状态回归,不得不说,这些老将在新赛季开始都是表现强颜,但除了艺人,他就是三十岁的新疆男兰里根,不仅是洛选国家队, 在这段时间的发挥更是让人大跌眼镜,北京时间11月18号完,CBA常规赛是来到第十三轮比赛,其中是上海南兰主场迎战新疆南兰,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曾经各冠军支队新疆会赢下上海,但是令人意外的是,最终结果上海队是已十分大胜新疆, 其中新疆队的双外员和阿布都这个铁三角,一度是将比分了解,但无奈其他人却完全不在状态 本赛季没有了远复NBA的周期和江西热力将进行交易,所以新疆队的这个操作是让一众球迷都不懂了 所以新疆也是迎来自己两年半,而昨晚的比赛更是一点重重,王子瑞,以及孙彤林两人得奔甘阿挂灵,还有就是三十岁的里根也同样遭得吐槽,两个CBA总冠军的功臣和手拿八百万年薪, 里根在昨晚的比赛中也是直接零分零把零,助攻零抢端零盖帽,出手四次零中就直接被换下,而且不单单是在昨晚那一场比赛中, 其实在前几场中里根的表现已经是不尽人意,可能很多人都会说, 这个很大的原因,是新疆队哥二战术上不足,将里根当成替补球员来用,但是另一方面,也致实验证了,如,今年纪达到三十岁并且伤病等原因, 里根已经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强大内线,突破无人能当的状态,更是有球迷直言, 中哥已经是从西日风光无限的风险尖刀,沦为了球队的龙套球员,虽然是唏嘘,但这恐怕里根这个状态下降,已经成为了事实, 因为不仅仅是在新疆队遭遇这样的情况,就连国家队中也同样如此,可以说凭借着强壮的身体素质,和彪悍的进攻方式, 被誉为CBA章姆斯的里根一直都是国家队的属力球员, 但是在最近公布的名单中,里根却尴尬了,义建连,周鹏,赵瑞, 任俊飞等人都是纷纷入选最新的一个中国蓝蓝国家队名单中,但是却没了里根的名字, 其实早在夏天的中国蓝蓝蓝队中,里根就已经被踢出国家队,原因是由于年纪和伤病, 还有防守上路人等情况导致的,看来确实是连颇老一样,三十岁的里根恐怕, 也是很难再继续靠着以前的大法在杜思尼尔CBA了,如果再不换一种进攻方式,那恐怕是要到终点了。 而对于如今的这个状况,里根一如既往的低调,并没有任何回应。 相反,是他的娇气王兴阳,是站出来支持丈夫,面对日益激烈的质疑,王兴阳最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写道, 真是为你感到骄傲,没关系顺境秘境,有我陪着你。 大家的私信我都看到了,请大家冷静非常感谢,你们感谢一路的支持与陪伴,爱你们。 看得出面对丈夫里根的状态不加受质疑,王兴阳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里根, 也确实是很有爱,但其实也是很多球尼,还是希望里根能够恢复当年的状态, 毕竟这一位总冠军工寻求员,是国内很难得的。